狗龙来了 上一集中 猪猪侠它们跟着幻龙 敞游海底世界 见识到一些三叠级的海洋生物 可是游玩途中 它们意识到 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寻找红色能量时 哎呀 我真是太贪玩了 居然把找红色能量时 跑在脑后 猪猪侠 任务和娱乐结合 我们才能充满活力 继续前进嘛 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找也不是办法 起码要知道个方向 只有目标 没有方向 那真是太困难了 我想起来了 蜜狐博士给了我一个探测器 可以用来搜寻红色能量时 超级半 十好十坏探测器 十好十坏探测器 听着名字就不太靠谱 不会是蜜狐博士的半成品吧 试试看能不能用 耶 就在这附近没想到歪打正着 海底世界真是来对了 虽然我不清楚你们要找的红色能量时是什么 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一下 地图上标记的可是鱼龙的地盘 它可是比公交还要可怕的生物 啊 这么厉害 这可怎么办 如果你们想了解一下鱼龙的话 我有个朋友跟鱼龙有过接触 我们去问问他 还好公交不是个执着的捕猎者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要被困多久呢 再往前走走 就是我朋友的地方了 我们经常在那里一起聊聊天 吃吃饭什么的 哎哟 原来是你呀 吓我一跳 嘿嘿 好久不见 这次我带了几个朋友过来 原来换个无数的朋友是你 啊 你们认识 冻齿龙还把我们开过河套呢 真是太有缘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 是这样的 他们要找一种叫红色能量石的东西 可是现在发现红色能量石在鱼龙的地盘 那还是赶紧放弃吧 鱼龙可不是好对付的 它游泳速度非常快 还有着又多又尖利的牙齿 所有的鱼和软体动物都逃不过它细长的嘴巴 怎么越说越是人 它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可怕 当年我还比较鲁莽 误打误撞跑到鱼龙的活动范围去 它突然冲出来 用力咬住了我 要不是有这一身坚硬的甲壳 恐怕我就没命了 管它是鱼龙还是什么 我们超新特工是不会怕它的 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伙伴 人多力量大 那好 我带你们去 恐龙时代的海洋生物 在这个时期 除了海中凶猛的鱼龙之外 大海里还有其他海生爬行动物 比如说脖子比较短的短颈龙 有保护色的滑齿龙 长得像巨型鳄鱼的苍龙 和大棍子克柔龙等 得够早上 不要 da 家里拿回来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